这是肉肉植物 也可种在鸡蛋壳里 里面都是鸡蛋壳 只是上面铺了食指 铺了食指是因为美观 所以铺食指 底下完全都是鸡蛋壳 铺食指只是美观 让肉肉植物看起来是种在石头上 只不过是美观遮住鸡蛋壳 因为鸡蛋壳会生青苔 所以用食指遮住鸡蛋壳 是为了美观 这大叶种在鸡蛋壳 也有大概一个多叶了 这个肉肉植物宝宝呢 大约已经有三个月左右了 这个母体叶片还在 其实要剪掉 肉肉宝宝就会长得比较大 那么很明显看到这个母体叶片 黏着这个肉肉宝宝是比较小的 这颗肉肉比较大 那么都是一起的 都是一起时间的肉肉宝宝 那么这个千叉的 之前千叉的也长出一个宝宝了 那么这个千叉剪出来的呢 这颗呢也长根了 拔不起来了 也长根了 拔不起来了 那么大概是有一个多叶左右呢 这个千叉的这个母体呢 就长根了 那么这个母体呢 也长出了宝宝 这颗千叉的呢 大叶有两个叶了 那么也长出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宝宝 移心草做造型可以用一支铁线 然后做出自己要的形状呢 那么可以插入这个盆里 那么这个移心草呢 是用鸡蛋壳种多里面全都是鸡蛋壳 那么这个瓶子呢 里面装满的都是鸡蛋壳 然后呢 鸡蛋壳种植的好处 可能觉得就是没有时间浇水呢 非常的好 就不需要每天的浇水哦 那么用一个铁线呢 先做出自己要的形状 它也就是讲现在要做的一个是一个新的形状 就是一个Lift的形状 然后呢 就把这个移心草呢 给攀在这个铁线上 因为移心草呢 会越长越长哦 所以就可以把一些这些比较长的呢 都移在这个铁线上 那么慢慢慢慢呢 就会有一个新的形状出来咯 那么就等待这个移心草慢慢的长 就会长出一个Lift的形状咯 那么移心草的这个造型呢 可以随自己的喜欢咯 要造什么样的形状 什么样的字体呢 或者是花形呢 或者要写一个自己的信呢 都可以咯 可以随自己的喜欢 移心草会慢慢的长长 只要把移心草呢 往后面 这样往后面的塞就可以咯 那么就会 旁边呢 就会有一点盐形 盐的话呢 就会比较有立体感咯 那么盐的话 就比较会有立体感 那这里慢慢呢 慢慢就会长力了就漂亮了 所以这个鸡蛋壳呢 是非常的好用的哦 这里面全都是鸡蛋壳 所以不要把鸡蛋壳浪费哦 可以拿来种这个移心草也可以 然后呢拿来种葱也可以哦 然后呢也可以种这个肉肉植物 那么还可以种这个十点花 九点花 也长得很好 那么可以拿来种这个蝴蝶啦 还有这个蕾丝宝宝也可以哦 这个是薄荷 帮文薄荷 所以只要是水栽的植物呢 都可以种在这个鸡蛋壳里面 用个瓶子装着 那就不需要每天的浇水 那么如果时间太忙呢 可能隔几天浇水都还可以的 因为水分呢 会储存在这个瓶子里面 那么当然有一好就没有二好哦 那么鸡蛋壳呢 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洗干净哦 如果没有洗干净呢 这个泡在水里呢 鸡蛋壳是会有一点点的 味道的一定会有哦 所以就有一好没有二好 但是只要是地方有一点点通风的呢 这个味道呢 是一般都嗅不到要拿起来 很靠近很靠近才嗅得到哦 就是如果呢这样拿起来呢 因为这个呢是很久了 这个鸡蛋壳泡在这里 已经有我看有大概有七八个月了 所以这已经是没有味道了 所以比较新的呢 这鸡蛋壳比较新的这几个月 之内呢都会有一点点的味道哦 所以记得鸡蛋壳要洗干净哦 鱼心草呢其实是非常容易冲击的一种植物 那么呢只要记得的话就配一点水哦 如果呢你有时间每天噴水的话呢 种在鸡蛋壳的好处呢就是可以把这个水呢 灌在这个罐子哦 那把这个水呢灌在这个罐子 就不需要每天浇水了 因为这个下面是这个鸡蛋壳的这个罐子 这个罐子呢会组成水哦 所以呢就不需要每天的浇水了 因为其实鱼心草呢非常的容易种植 这一棵是白香果 因为白香果的生命力是非常的强的 所以呢是可以用这个环保堆肥呢在这个根部的 那就不是每一种植物都可以哦 因为白香果的生命力是非常的强 鸡蛋壳也可以用来做环保堆肥 可以用一个环保罐呢在底下转几个洞 然后放在植物的这个根部的旁边 那么就可以做环保堆肥了 这个厨仪环保堆肥呢 其实呢会有一些 确实会有一些小虫子 所以个人觉得呢用这个盖子盖子会比较好哦 那么如果鸡蛋壳呢也可以拿来做成粉状 就是这个把它中成这个粉状呢 然后呢再撒在泥土上也是可以做肥料的哦 这一棵是白香果 因为白香果的生命力是非常的强的 所以呢是可以用这个环保堆肥呢在这个根部的 那就不是每一种植物都可以哦 因为白香果的生命力是非常的强 因为这个环保厨与堆肥的过程中呢是有一些热度 是会燃烧这个植物的根的 所以如果不是每一些植物都可以在这个根部这里呢 旁边做这个环保堆肥哦 鸡蛋壳也可以放在泥土的表面 防止小蜗牛爬过到植物上吃嫩叶 那么这个鸡蛋壳呢只要不要太碎 然后其实这个鸡蛋壳呢是有一点点力度的 所以呢这个小蜗牛呢是不容易爬过的 这一棵是白香果 白香果种植呢有分两种哦 一种呢是用种子就是吃了的种子种 那么呢另外一种呢就是买这个 比较快速结果的这个树苗 所以呢就要看是哪一种 那么快速结果的树苗呢 一般在五六个月就会有收成的果实开花结果 但是呢这棵呢个人种的呢是用种子吃了种子种的 所以大约呢是在一年需要一年的时间才会开花结果 白香果种植在第一年非常的重要 那么在第一年呢在组织大约在五扯高左右呢 的叶子和分枝都要修掉 种植白香果的第一大关键呢就是 知道了这个是用种子种的那么需要一年呢才会开花结果 那么就是在这一年里面呢 所有这个白香果的尾部呢都必须修掉 比如这个白香果的尾部都必须修掉 那么在一年里呢修掉这个白香果分枝的尾部呢 那么这个白香果就会越来越多的分枝 越来越多的分枝呢就是表示一年后呢就会接越来越多的果 那么第二大关键呢就是要决定这个白香果呢是要用这个挂顶饰呢还是要垂帘饰的 那么各有各的好处哦 那人呢种的是垂直饰就是垂帘饰 因为个人觉得这个方式比较好 因为呢阳光呢是从这个地方照射 所以呢每一朵的白香果花呢都会受到阳光照射 那成果的成功力呢也会比较高哦 那么也比较容易控制每一枝分枝 在15粒花苞左右那么白香果才会长得好 因为据网上说一枝分枝呢只要这个花苞和瘦果成功超过了15粒呢 过后比较尾部的白香果都会越来越小利哦 所以呢这个垂直饰个人觉得就非常有必须看到一枝花枝呢 在多少粒花苞 那么比如呢这一枝呢这一枝分枝就有一二三 现在呢是有四这边还有一粒 那么就是一二三四有四粒 那么可以让这个分枝继续的长到15粒花苞过后呢 这个尾部就要修掉了哦 那么再看这一枝分枝有多少粒 一二三那么现在是有三粒 那么这一枝分枝呢现在呢是有一二三四 那么这一枝分枝呢是有四粒花苞的 所以呢垂直饰呢就有非常非常的容易看到 一枝花枝呢会有多少粒花苞哦 那么这一枝分枝呢是有一二三四五 那么这一枝分枝呢是有五粒花苞就非常非常的容易数到哦 白香果种植第三关键 在一年后呢就会有看到花苞 就会慢慢的有看到这个花苞 那么看到了这粒花苞呢就不要再修尾部了 因为每一枝分枝的白香果呢的尾部呢 每一片叶子呢都会长有一粒花苞 所以呢看到有这个花苞的时候这个尾部就不要再修剪了 因为这个白香果呢会继续的 这个分枝会继续的长 就是继续的长那么每一片叶子都有花苞 那么这白香果的分枝呢 据网上说呢可以保留到15粒花苞 因为15粒花苞呢是足以让一枝分枝 这个的养分的供应给这个白香果 那么白香果呢就会接得比较好哦 白香果种植第四关键 白香果开花如果没有蜜蜂蝴蝶自然兽粉 就必须做人工兽粉 白香果人工兽粉呢一定要在当天哦 因为呢白香果的花呢只会开放一天 一般呢是在中午的11点多左右 到下午2点半就会很准时的开花哦 那么就要取自于各地方的阳光照射的时间不一样 那么个人的这个地方呢 阳光照射的时间是在12点多 那么呢这个白香果花非常的准时 在一点半就会开放哦 那么白香果开花呢 往下的五半呢 有黄色的发粉呢就是熊花蕾了 往上的三只呢就是磁花蕾 那么拿一只小毛笔呢 轻轻的挥一挥这个熊花蕾的黄色的发粉呢 再沾上这个磁花蕾上 那么就是可以做人工兽粉了 那么毛笔上呢还会剩少许的黄色的发粉 就可以放入碰雾器 加一些水再碰在这个这个花蕾上 那么可以增加瘦果成功的激励哦 白香果花在第二天太阳出来之前就会卸了哦 所以呢如果瘦粉成功呢里面就会有一粒小果实 那么这小果实呢在三四天左右呢 就会慢慢的把这个蟹了的花蕾给张开 那么就可以看到小果实了 那么这个磁的磁的花蕾还是沿着这个果实的哦 所以这个果实呢慢慢呢在六个星期到八个星期左右呢 就会变红 然后呢就可以采收了 那么也可以等这个白香果自然的掉 因为白香果呢熟了过后呢就会自然的掉 但是尽量就不要让白香果掉在地上 可以放一个网或者比较软的 让这个白香果呢掉在比较软的地方哦 白香果种是第五关键 当然如果要白香果呢长得又大又好呢 那么就必须下肥哦 那么这个肥料呢可以取自每一个人用的不同的肥 可以是有机果实肥呢 那么还是可以化学肥都可以 或者是营养液都可以哦 那么个人呢因为是家庭室呢 所以个人只是浇米水 把米水呢加一些鸡子粉 鸡子粉就是这个喂鸡的食料 那么一点点就好哦 加那么一点点的这个喂鸡的食料就好 因为这食料非常的咸 那么加在米水过后呢 就淋在这个白香果的这个泥土上 那么呢这个用这个鸡子粉呢就是鸡翅的食料呢 大叶的眼里呢就是和这个鸡粪肥的眼里是一样的 因为鸡翅的这个鸡子粉呢就会排泄呢 就会变成鸡粪了 白香果的花在夜里呢也开着 但到凌晨的时候呢就会关起来了哦 10点花和9点花做造型呢也一样可以拿一支铁线哦 就是可以呢用这个铁线呢做自己喜欢的造型呢 再把这个10点花和9点花定型就可以了 用铁线呢那么折成了自己想要的这个形状呢 就可以把这个9点花10点花给这样在这个铁线上呢 跟着这个形状绕就行了 那慢慢的这个就会有一个形状出来了 10点花和9点花会慢慢的跟着铁线的形状呢 就会长出了一个形状哦 那么就好像这个宜心草呢已经慢慢的呢长大 慢慢的长长就会把这个铁线给遮住了 那么10点花9点花呢也可以这样造型呢做成松的造型哦 我个人也蛮喜欢的 那么这些10点花和9点花的造型呢也蛮美的 可以这个长长过后呢就可以是自己的喜欢要看了要什么形状哦 那么这个蝴蝶兰呢下面都会长有宝宝就是 那么只要取到这个白色的羹呢就可以种植在这个鸡蛋壳里咯 就是这样插入这个鸡蛋壳里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不要呢就这样直接的放在这个鸡蛋壳里 那么只要记得浇水就可以了哦 那在这个位置呢转一个洞呢是因为不要让这个水呢会满到这个根部 这个呢在五斤店就可以买得到 那么在这里呢就转三个洞 那么这个可以依照自己杯口的尺寸 一个星期青春也慢慢的长大了哦 甚至少了 一整队 笋 o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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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